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不知道有多少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不数了 大家也没有必要数 对吧 那么首先是关于俄乌冲突前线的情况 我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关于俄乌冲突前线的情况 关于俄乌冲突的前线有几条新闻今天出来 首先头一条就是俄罗斯的塔斯社报道说 乌克兰现在在从巴赫木特撤出 但是他在撤出的时候炸毁了四栋居民楼 这四栋居民楼里面有20多个平民被炸死炸伤 另外呢 昨天呢 我跟大家说了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 到前线去视察 他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赫尔松 另外一个是卢干斯克 那么在普京去的第二天 其实呢 不知道是哪一天啊 就是呢 俄罗斯报道了普京到前线的第二天 那么乌克兰呢 也报道了 泽连斯基呢也去了前线啊 昨天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泽连斯基去了哪 那么今天呢 据报道 泽连斯基去的呢 是巴赫木特旁边的一个城市 叫阿富杰耶夫卡 那么我看到有专家说呢 很有可能俄罗斯拿下巴赫木特以后呢 就要开始攻击这个阿富杰耶夫卡 乌克兰方面呢 也有可能 从阿富杰耶夫卡发起反击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因为美国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的这件事情呢 就暴露了乌克兰会在四月底的时候 发动春季大反攻 一开始的时候呢 乌克兰就说呢 不得不改变计划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有报道说呀 乌克兰现在有人出来放话啊 说呢 我们仍然是会按照原计划进行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些烟幕弹 包括美国这次的泄密的这件事情啊 虽然说呢 他们还抓了一个21岁的一等兵啊 说是他这个泄密的啊 但是我看到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呢 有很多人持有怀疑态度的 那么持怀疑态度的呢 美国人比其他的美国以外的人还要多 美国人就认为呢 这很有可能是拜登政府耍的一个花招 是拜登政府呢 制造的这个泄密门 而实际上呢 并没有泄密门 那么抓的那个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呢 很有可能那个小伙子就掉入了拜登设置的圈套 那么拜登制造的这个泄密门呢 它是有多重目的的 就不是一箭双雕一箭三雕了啊 它有很多的目的 那其中呢 我们就知道哈 这里面有一个新的美国监视监听的受害者 那就是韩国 之前我们知道呢 美国对他的盟友进行监视监听这件事啊 并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呢 韩国被监视监听呢 这还是头一次啊 但是呢 我们呢 也有理由相信 美国呢 就公布的 他们对韩国的这个监听的文件呢 有可能是有益的 就是要给韩国以压力 那么韩国呢 今天就宣布说呢 他们会给乌克兰呢提供武器啊 甭管是用这个直接的方式 还是间接的方式啊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就有了反应了 俄罗斯方面就是说呢 你韩国啊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啊 支持乌克兰 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你这都属于是参与其中了 那之前的时候呢 咱们就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 那么在这个地区呢 俄罗斯就是和日本之间是有冲突的 那韩国如果是参与到乌克兰这里面来呢 那么韩国呢 等于说也把自己呢 放到了俄罗斯的对立面了 那么俄罗斯呢 如果说将来有机会在这个远东地区 有所行动的话呢 那么他有多了一个目标 这就是韩国 那么乌克兰这个所谓的春季大反攻 到底能不能打呢 今天呢 乌克兰方面还放出来了另外的两个消息 一个就是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来自于西方的爱国者导弹 据中国的专家说呀 说他们就是得到了两套 一套呢是来自于美国 另外一套呢是来自于德国和荷兰 他们两家提供的一套 那怎么会是两家提供一套呢 就是德国提供那个发射器 而荷兰提供这个弹药 这个反导系统的这个导弹呀 价格是相当昂贵的 说你打这一枚呀 它的成本要400万美元 据专家说呢 这两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啊 其实也没什么卵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就是这个爱国者导弹呢 在沙特进行了这种严密的大量的部署的 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装备非常落后的这个湖赛武装组织 都对这个沙特呢长驱直入 也就是说呢爱国者导弹啊 在沙特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你想想看它在乌克兰能发挥作用吗 它在沙特都对付不了那个湖赛武装 它在乌克兰能对付得了俄罗斯吗 对不对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你用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啊 你怎么用吧 俄罗斯呢大量的使用低成本的那个无人机 那无人机呢它飞行这一次呢满胆满算 它就也就是1万到4万美元的成本 那你用一个400万美元成本的一个爱国热导弹来打它吗 是不是你还且不说你能不能打得着 你就算是你打得着 你说你这是不是高射炮打文字啊大才小用的呀 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吧 另外的一个消息呢就是 加拿大支援乌克兰的8辆暴二坦克呢 乌克兰也已经收到了 这个棒二坦克这个东西呢 说实在的啊它也有可能呢就是一个废物 因为呢俄罗斯啊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专门对付坦克的导弹 好这是第一条新闻 实际上是第一项新闻 这里面包括了好多的新闻对吧 那么第二条新闻呢就是关于现在欧洲的风向已经变了呀 前两天的时候呢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波兰和匈牙利呢宣布说要对这个乌克兰的粮食实行禁运 说准确点说呢就是呢禁买他们自己国家呢不买乌克兰的粮食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难以理解的 他们所给出来的理由呢就是保护他国内的粮食市场不受干扰 那么今天我又看到呢第三个国家又加入进来了 那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呢也发布了同样的禁令 那么他们给出来这个理由我觉得好像站不住脚啊 因为呢乌克兰的粮食他卖的便宜的话 那么对于他们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对于他们的粮食安全 这不是一个好事吗这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吗 为什么说不要他的粮食呢说是呢你过境可以啊你卖给第三方可以 你经过我这卖给第三方就可以但是呢不能有一粒粮食 留在我的这个土地留在我的国内啊这是什么道理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不明白但是呢如果我们用第二个理由来解释的话 貌似就解释的通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知道哈英国威胁说会给乌克兰提供贫油弹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世界上是挺扎锅的呀说你要给他提供贫油弹的话呢 不仅呢会让乌克兰呢遭受到更猛烈的打击 那么乌克兰呢他是一个农业大国他会出口粮食以及这个粮食产品 那你要是受到了贫油弹的污染的话呢谁还会买你的粮食呢 乌克兰的工业已经是他自毁成成了现在如果粮食也没人买了的话那乌克兰不就死了吗 那么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就来看了为什么欧洲这三个国家他们就不要乌克兰的粮食了呢 是因为英国将会给他们提供贫油弹吗还是他们知道消息说英国已经给乌克兰提供了贫油弹呢 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用后者来解释呢才解释得通 另外呢咱们再说到欧洲现在呢已经风向变了啊 那么我们还看到除了马克龙到中国访问 除了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一块到中国访问 除了冯德莱恩这两天呢变了风向啊 发言呢态度立场呢180度的大转弯 除了这个德国的外长到中国来访问 那么我们还看到就是波兰的外长分的外长这两天都到中国访问了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哈 啊 纠正一下啊不是外长本人啊是他们的外交部的人员 比如说呢芬兰啊是他们的外交部国务秘书 他是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到中国来访问 中国外交部呢对这件事呢是这么报道的啊 说是2023年4月20也就是今天啊外交部的副部长邓丽 同芬兰外交部国务秘书萨洛瓦拉在北京举行中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 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就是波兰呀波兰也是副外长级的 就是这些国家呢在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呀对中国的态度呢都不咋有好 但是呢现在都排着队的到中国来访问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挺爆炸性的一个新闻 就是土耳其的内政部长啊他说了一句话在全世界炸锅了呀 土耳其的内政部长呢他叫索伊卢 他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青年交流时呢批评美国干涉土耳其选举 他说定于下月举行的选举是土耳其自主独立的选择 不是美国西方可以施压干预的美国在国际上不断的丧失信誉 全世界都恨美国 我看到美国呢也炸锅了 美国说呢啊他这个话真的是太重了吧 本身就是说呢你土耳其恨美国这话就已经很重了啊 你说世界恨美国这话已经很重了 你说全世界都恨美国这话真的是太重了 但是好多美国人就说呢不过呢这是事实 全世界都恨美国这是事实 那么今天呢我还看到美国的媒体啊 把拜登在1997年的一个视频找出来了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就这个拜登啊乌鸦嘴啊 他说的话今天全部都实现了 他说了什么呢97年的时候啊 拜登呢在和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在接触的时候呢 他说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呢就跟他说呀 说北约呢如果不停止东扩的话呢 他说我们将会转向中国 然后拜登说什么呢拜登说好啊祝你们好运 你们转向中国吧如果转向中国不成功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试试伊朗啊就一副呢 特别洋洋得意的那个样子啊 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呢我们不怕他甭想威胁我们 你转向中国你从中国能得到什么呀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啊你们虽然说呢 你们心里面你们恨我们但是呢你们就是离不开我们 这是拜登在97年的时候他说的话呀 然后被美国的媒体呢又拿出来说事 美国的媒体就是说你看这拜登97年的时候这个乌鸦嘴啊现在都实现了吧 当时还说你去啊去找中国呀你看人家现在和中国啊 是不是团结起来了你还说他转向中国什么也得不到你看他得到了一切的一切 你还说和中国如果不成功的话也可以试试伊朗 你看看俄罗斯现在啊不仅和中国伊朗现在都团结到了一起啊 还和什么巴西呀印度啊南非呀都和到了一起啊 你拜登现在还说什么呀 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伊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伊朗呢虽然是我们觉得说被美国制裁的啊 他们挺弱的经济挺弱的技术应该也不行啊军事也不行 哎但是呢伊朗特别牛叉啊一点都不处美国专门就跟美国对着干就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地方就是伊朗的那个水上的警卫队啊搞的那个摩托艇啊被儿厉害对吧都是用那个小艇上面架一个机关枪啊 然后呢有一个人开那小艇有一个人就跟那站着扶着那个机关枪奔神器他指谁谁就得停下来 经常呢还用这种直升机从空中就降到美国的舰船上面进行检查非常的厉害 那么今天呢又看到伊朗英语电视台20日报道就是今天新鲜出炉的新闻啊 报道说呢伊朗的海军潜艇已经向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美国核动力的潜艇 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且呢迫使其浮出水面后驶离了该水域 这是伊朗海军司令啊海军少将20日表示说 伊朗海军部队在进入战略区域时发现了美军弗洛里达号导弹潜艇 这个少将介绍说呢美国的这个潜艇呢在水下接近霍尔木兹海峡 但是呢伊朗国产的潜艇叫法塔赫发现了他并发出警告 迫使美军的潜艇浮出水面随后呢就在伊朗海军的监视之下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这个海军少将说呢美国必须解释其在重要的国际航道违反规定的原因 他说呢伊朗海军最近行动是向美国发出警告 从现在开始美国必须遵守所有的国际规定 这就是说呢伊朗的一个潜艇哎就发现呢水下有信号啊就发现了美国弗洛里达号导弹潜艇啊 然后呢就逼着他生出水面他不得不就生出来啊你给我出来他就必须得出来啊 出来之后呢就压着他穿过那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走吧就把他放着就让他走了啊就是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台湾海峡也会发生这一幕的将来我们把台湾收回以后呢 你美国再想从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呢时不常的要进行一些什么所谓的穿行啊 那中国对你呢肯定是要加强手段了就跟伊朗似的对吧说检查你就检查你啊 说让你出来你就得给我出来好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台湾啊今天发生的枪击案 美国刚刚有那个总统参选人说呢要给台湾发枪对吧 台湾的民众就表示说呢说他只是希望我们买枪而已啊我们有两千三百万人就是两千三百万支枪啊这个好恐怖啊每天出门可能就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啊最后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现在我们在餐桌上都经常打嘴上如果是每个人都有枪的话那还了得了呀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对那还了得了呀 那台湾的治安得多乱呀现在难道还不够乱吗 那还有一个美国的刚刚服完毅的年轻人就说啊说我们在台湾的军力这么的弱即便是给每个人都发一支枪也照样打不赢啊 那么这里面有人就说了我们台湾现在还不够乱吗还要来果乱 结果呢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台湾的新北市有一家当铺啊大清早起来八点钟左右的时候就被人呢拿着枪吐吐吐吐吐的开了四十多枪 然后那个枪手呢就跑掉了完了以后呢那个枪手啊是一个流姓的男子今年才17岁啊 他就搭了那个出租车向警局去了投案自首了 现在呢台湾的警方呢还没有公布这位枪手他到底为啥 你想想看台湾现在在进枪的这种情况下还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开四十枪 在去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开八十八枪还记得吗 那个枪手后来就跑到大陆去了 大陆说你这种人我也不可能保护你啊 你应该回去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后来呢就给他遣送回台湾了 好下一条新闻呢就是关于这个菲律宾了 那菲律宾呢现在正和美国啊 在进行为期18天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来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更加引起来了中国的谴责 中国呢警告菲律宾和美国说你搞一个正常的演习呢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种演习绝不能针对第三方也不能造成局域的不安全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有新闻说呢菲律宾方面呢还邀请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到菲律宾去访问 前一阵子呢我们就知道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到菲律宾去访问来着 然后呢还签订了协议啊 那么这次呢又邀请秦刚到菲律宾去访问 为期是三天呢 那么菲律宾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这个受到了关注 那我也不解啊 那你一面就跟那拉着美国来搞这一套 那一面你又邀请秦刚到你那去 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说向秦刚来示威吗 你来看一看你看我联合美国我有多厉害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 我们的秦刚就怪怪的就去吗 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一位专家呀 他就讲解说啊 他就说呢这个外交这个东西哈 不是像现在美国所制造的这样的简单 美国呢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就觉得说呢一切都是用武力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呢要维持的像南海这个地区 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的安全呢 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需要进行很多的协调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外交 菲律宾都比美国更懂得这个 中国的专家呢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淡定啊 对菲律宾的做法呢还给予了肯定 好像是说呢菲律宾呢他也是有数的啊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我今天还看到报道 好像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他的姐姐都不淡定了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姐姐 也是叫马克思了 他叫爱美马克思 那么他是总统的姐姐 那同时呢他也是菲律宾参议院的一个参议员 菲律宾呢是家族政治 菲律宾的政坛呢就是有那么几个家族来控制的 你方唱吧我方登场 他是这样的 那么那些家族呢都是一家一家的的啊都是从政 比如说刚刚卸任的都特尔特 那他女儿呢这次也竞选了呀 他女儿呢就和这个小马克思联手 都特尔特的女儿呢成为小马克思的副总统 好我们不去说那些啊我们就说这个小马克思的姐姐呀 那么他呢在国会上呢就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担忧 就问国防部的这个官员 问他们呢关于和美国的这些个军事合作 说呢如果说台海发生战事的话 美国会不会利用我们菲律宾来干预这个台海问题 那么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呢就回答说呀 说菲律宾呢绝对不会允许啊 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在菲律宾的这些基地加油 也不允许他们在这里维修或者是补充弹药什么的 这些军事基地呢不能被美国用来参与到台海冲突当中来 我前两天呢我也已经说过了啊 我相信呢菲律宾的外交部长人说的是真话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参与到台海冲突当中来 那么他肯定也不愿意因为美国用他的军事基地参与到这里面来呢 而得罪中国而引火烧身这个我相信 但是呢他把美国啊引入到南中国海这个地方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这是一个玩火的举动 那么中国前一阵子外交部副部长呢到菲律宾去协调 那么这次秦刚呢又到菲律宾进行为期三天的这种访问呢 就是想把这种影响把这种后果降到这个最低限度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